上次打造的水上小屋 由于连续几天下雨 已经不能再继续居住了 于是她决定重新在林中 打造一间豪华庭院 这步 小美一大早来到林中 看中一块空地 清理完杂草后 由于林中的蚊虫较多 她用干树枝 点燃这些嫩树叶 这样飘出来的烟雾 就可以驱除蚊虫了 接着她在林中砍来一些树干 把它们固定在泥土里 接着再距离地面一米的地方 横面绑上枝干 随后再两米多高的地方 再横面绑上枝干 接下来 小美就开始着手打造房顶了 只见一根根树干 和一根根竹子 在她的手里 被打造成了好看的图案 说实话这个房顶 小美真是用心了 样式错综复杂 花样繁多 为了更加稳固 她加固了一层又一层 这样一个结实好看 又复古的房顶就形成了 接着小美用砍制相等的树干 把小房间底部围成了一圈 用一些较细的树干 做成了一张小床 运来一些泥土 把它们填至围栏一样的高度 接着把一些树干 一端削尖嵌入泥土之中 用它们打造了 一个小桌子和两个小板凳 随后小美来到林中 砍了一些稻草 把它们均匀地铺在房顶上 接着挖了一些泥土 用蚂蚁老地的巢穴和泥巴 再把和好的泥巴 均匀地敷在小房间的框架上 和这些家具上 等到泥土晾干后 小美在房眼上 画上了好看的图案 接着用自制的工具 开始精雕细琢 小桌子小板凳 也被小美雕刻出了好看的形状 她还贴心雕刻了一个围蔓 随后小美开始打造小床了 只见她在床头 画上了唯妙唯笑的观音座帘 在小美高超的雕刻技术中 很快一个高端大气的 有特色的大床就出现了 不得不说 小美的雕刻技术 和绘画技术堪称一绝 这样的女子真是难得 接着小美找来大自然的调料 为小房间涂上了好看的颜色 房顶被她涂上了好看的绿色 维曼涂上了好看的乳白色 墙壁被她涂上了 一身一浅好看的色调 床框涂上了较深的棕色 床面涂上了可爱的粉色 小桌子和小板凳 也被涂上了好看的粉色 少女心无疑了 接着小美为床面 画上了好看的图案 小桌子也是一样的 一切就绪后 小美用小竹片 把地面画出了一个个正方形 再为她们涂上好看的颜色 接着用白色勾画出砖缝 这样一个好看的地板砖就出现了 庭院基本完成 小美在林中挖好草坪 把她们铺在庭院四周 再浇上水 随后用小竹子和木棍 编织成了一个个小竹框 把在林中采摘来的小花朵 栽种在里面 接着小美找来晒干的棕榈叶子 用它们编织成了 一个可以睡觉的席子 和一个可爱的小枕头 接着她拿着小坛子 来到林中 找到了一些树叶 很快夜幕降临 她用这些树叶 制作成了火把 今晚小美就在这里休息了 明天起来还要继续开工呢 我是野王 带你走进丛林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